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336章 混合双打 好事多磨呀 好东西肯定不好找 不好找啊 我建议大家上山去看看 没准啊 那法师已经回山上去了 花衬衫男子嚷嚷道 他叫花落 名字很文雅 不过为人却谈不上文雅 众人文言立刻响应了 闹腾到现在 这些城市里来的客人 已经逐渐的 把粽子当成了一个小目标 凑热闹的成分更多 毕竟在市里 想要这么多人为一件事 众志成城的搞点活动 有说有笑 各种玩闹的凑在一起 那可真不容易 如今呢 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 一个个兴致正高着呢 尤其是小孩子 在家就是自己 如今看到了这么多的小孩子 凑到了一起 玩得是不亦乐乎 当然是爱看热闹了 于是 随着花落的一声喊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 就上山去了 然而两个小时后 他们看着紧闭的寺院大门 傻眼了 哎 这是故意关门的吗 这事里面 根本就没人 花落的老婆 疑惑的问道 呃 开门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花落道 喂 不行 就在这时 一声大喊传来 接着几个村民跑了过来 挡在了众人前面 为首的正是听风 跑来电个网友棍 村长 你这是干啥呀 花落不解的问道 王又贵道 寺庙没开门 不能进去 方正住持应该是不在 大家还是先回去吧 众人一听 不能进 那就在外面转悠吧 看看远处的竹林 郁郁脆脆的 又有了心思 结果王又贵又挡住了他们 笑话 那可是村里的招牌呀 这么多人跑过去 他们可看不过来呀 众人只能远远的看着 然后一个个的坐在山上 然后就不下去了 就等着方正回来 死会也要等 最起码也能混个粽子吧 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没吃到 有一部分人可是吃到了 那种口中鱼香的感觉呀 让他们迷醉 重点是 这粽子居然说只有今天有 哎呀 错过了今天 那就得等明年了 于是一个个吃货 为了自己的口福 干脆就等着吧 那些没吃过的 那就更好奇了 既然有人等 那就一起等吧 否则 别人吃到了 自己也没吃到 那气不是吃亏大了吗 然而 一上午过去了 方正没回来 一下午又过去了 方正还没回来 一群人兴致勃勃 斗志昂扬 最终变成了霜打的鞋子 蔫了八戟 琢磨着 是不是该放弃 该下山了 而此时此刻 他方正在干嘛呀 在外面看赛龙舟呗 又溜达了一圈啊 玩了一天的一指四众人 终于晃晃悠悠的 往回走了 路上 方正也好奇的 好奇就是 红孩儿所在的世界 是怎样的世界呀 于是就问道 静心 你的家乡 都是咋教育孩子的 教育 有啥好教育的 我们那儿 拳头大就是道理 有实力那就是大王 我那山上啊 不是吹牛皮 我就说一句话 全山的小妖 都要忙到死 哎呀 那才是人生啊 哪像这里 各种法则 还有限制 红孩儿颇为怀念 过去的生活 松鼠好奇的问道 诶诶 师弟 你那么厉害 可是 如果你碰到 更厉害的 咋办呀 红孩儿道 更厉害的 没事 我爹我娘厉害着呢 我娘有把 芭蕉扇 谁又不服气 野山 那都不知道 飞多远了呢 我老爹更厉害 那可是大力王 谁敢惹我呀 那要是你爹 和你娘打架了 那谁更厉害呀 松鼠呆萌的问道 红孩儿顿时哑然 方正扑翅 一下笑了出来 这松鼠的脑袋呀 还真是别具一格呀 红孩儿将方正笑了 皱了皱眉头 以他的性格 哪能被笑了还不还口啊 于是道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他们没打过架吗 独狼也好奇的问道 红孩儿摇头道 打过 次数还不少 说到这儿 红孩儿一脸沧桑的道 不说了 说多了伤心 既然打过 肯定有人更厉害吧 我猜 最新的妈妈一定更厉害 毕竟有那么厉害的扇子 松鼠道 独狼道 你爹肯定更厉害 大力王啊 是不是跟熊死的 往那一站 风都吹不走 独狼和松鼠可没办法交流 都是各说各的 红孩儿道 不知道 每次他们打架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好玩 在边上拍手叫好 让他们打得更激烈一点 结果 每次都是混合双打 哎 我的童年的 咱们不容赌 方正文言 再也忍不住了 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红孩儿难怪这么熊啊 感情爹妈 也是两个熊爹妈 说话间 回到了山上 结果还没上去 就看到山上 无数双眼睛 往这边看来 一个个的眼睛啊 都快放绿光了 红孩儿一把 挡在了方正的面前 大声一叫 师父 小心 喊完红孩儿就后悔了 这贼徒死不死 关他什么事啊 死了他得解放了呢 方正却呵呵笑道 双手合十 对着众人说 阿弥陀佛 各位施主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哎呀 哎呀 方正主持 你可算回来了 还在等什么 等你呗 哎 都是等那粽子啊 那粽子惹大祸了 这都是来求粽子的 王又贵先过来 说清了情况 方正文言也是无奈呀 他知道 村子里搞农家乐 可是没想到 几个粽子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应 看看众人那绿油油的眼光 今天要是不给他们吃到粽子 没准就要炸了 然后方正微微一笑道 哼 诸位施主 怕是要让你们失望了 贫僧所有的粽子都发出去了 一个都没有了 笑话 方正积蓄才多少啊 包粽子 那可是要钱的呀 真金白银 送村子里的人 已经快送的要倾家荡产了 这些外来的人也送 真当方正是土豪啊 方正主持 你不能这样啊 我们在这等一天了 你看看我们中午饭都没吃 就等着你的粽子呢 花落极了 不过也撒谎了 中午饭他们可是吃了 虽然没下山 却也有人送上来了 方正依然摇头道 抱歉施主 贫僧真的没有粽子了 昨天准备了一天的粽子 今天都送出去了 方正可不敢放开口子 精米粽子纵然是好吃 那是肯定的 若是这些人吃上瘾了 天天来药 他到底是和尚还是商人呢 送给村民 是因为彼此之间有恩情在 而这些人呢 方正跟他们可没啥感情 经不清传 粽子也是一样 说完后 方正带着弟子们 回到了一纸寺 开门 关门 绝不拖泥带水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